日版PS5白衣补贴的如果坏了怎么办 今天有位同学跟我分享了他的经历 他是从国内知名平台白衣补贴买的日版PS5 花了3175 玩了三个月一切都正常 但是在一次更新之后 他玩了一下浅冰 在玩的时候 电视突然自己重启了两次 但游戏声音还有 之前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然后就正常关机了 电源什么的都没拔 最近也没什么电压不稳的情况 过两天就开不了了 他首先联系的是店铺客服 客服跟他说要寄到日本 这样成本太高了 于是他就上网 在某著名平台找了一家修PS5的店铺 看评价还不错 但是这家店铺也没给他修好 说是烧的地方很多 南桥附近更换了也不行 SSD固态处理器也是短路 小店员和主板南桥附近供电芯片 换了也不行 这是维修客服跟他说的 他现在没办法了 找到我 这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有店铺 我也不会修 最后我给他的一个建议 就是找找附近的电玩店 虽然你的PS5不是从他那买的 但他可能能修 或者他有这方面资源 你去找找问问看 事情的经历说完了 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迪或者启发 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 PS5国行光需或者日版光需的 一个是全国联保 但是得备份 一个是店铺保修 但是不用备份 很方便 在这我要着重强调一下 这个售后一定要问清楚 我之前在买日版Switch的时候 关于售后问题 我专门挑过几个店铺 最好一定要找这样的 第一确保你的日版PS5得是保税区发货 这是确保的是时效 从他发货到你说到 也就那么两三天的事 另外关键是保修 在买之前你问一下 这个保修是要反日本修 还是在咱们大陆修 修需要几天 有没有运费 这些都要问清楚 因为有一些日版的机器 它是要反到日本修的 来回来去得一到两个月 有的甚至还有可能有费用 这个就很麻烦 这种店铺不要选 要找到能在咱们国内修的 将来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咱们直接发给这个店铺客服 让他们在国内去修 这是他们店铺要给咱们保证的 而且还要确定好 来回维修的运费 以及维修的费用 如果不是认为损坏 是机器自身就坏了 像这位同学的经历这样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 是不用花钱的 这些在买之前要问清楚 因为虽然都是百亿补贴 虽然都是日版保税仓发货 它的售后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虽然有点麻烦 而且这种店铺不太好选 可能三个里边也不一定有一个 大家慢慢找 不出问题极大欢喜 万一一出问题 这是用得上的 因为保修的时间 也要跟店铺客服问清楚 因为有的店铺 它可能只保三个月 有的六个月 有的一年 以上就是本次分享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